這座城市比香港眾小 竟然一舉挫敗中共霸氣 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我們的《政報》廣場節目 我是小青 上海復旦大學和匈牙利簽約 在其首都布達佩斯建設分校 遭當地居民強烈反對 繼布達佩斯市長 將校區附近街道改名為光復香港路 達賴喇嘛路後 又有近萬民眾上街抗議 迫使政府讓步 援建復旦 該計劃形同觸招 對於這個比香港眾小的東歐城市 成功抵抗中共教育板一帶一路入侵 香港評論界 形容是小人物一拳打倒巨人的故事 亦凸顯中共戰狼外交處處踢鐵板 正面臨重大危機 6月5日 近萬民報答佩斯民眾上街遊行 譴責上海復旦大學 計劃2024年 在當地開設總面積50萬平方米的分校 亦是首間設於歐盟境內的中國大學分校 示威者斥責親華總理奧班 出賣國家 民調亦顯示66%的匈牙利人 反對復旦項目 強烈民意反彈下 匈牙利政府幕僚長對外稱 建大學計劃延緩至2023年 屆時還將議公投決定是否見效 前《香港信報》副總編輯 網媒《百五二郵報》創辦人 郵清源 6月8日在網台節目分析 布達佩斯面積只有香港不足一半 人口約175萬 更比香港少600萬人 這個小城市 卻成功頂住中共滲透的超強攻勢 為抗議親共 總理違背該國唾棄共產獨裁政權的價值觀 布達佩斯市長卡拉松尼 6月2日宣布將校區附近街道 改名為達賴喇麻路 光復香港路 為吳爾烈士路 謝士光主教路 作為中共人權迫害的見證 在5日的萬人集會上 卡拉松尼是港台的左右兩邊 分別擺放六四天安門坦克人的海報 以及小熊為離婚偶 畫面既有悲劇 也有喜劇感 郵清源說 布達佩斯一次又一次打念中共 挫敗史上最強的中國霸氣 甚至可以說是個一拳打倒個人的故事 當然 相比香港 布達佩斯的成功在於他擁有從上而下的自治權 而香港所謂的高度自治 則單一由中共從上而下的自治權 他不給就所有權力屬於中央 他概探 香港的高度自治 只有鄧小平的高度意義 另一個成功拉倒復旦建校計劃的因素 是匈牙利明年2022年要舉行大選 總理要顧及連任的問題 現任總理奧班非常親共 早前一力阻止歐盟一份批評中共香港政策的聲明 導致聲明告吹 可以說是中共的好朋友 為非常反共的布達佩斯市長 疫症競逐總理一職 奧班政府憂慮影響選情 才叫停計劃 由清源又從匈牙利的歷史說起 匈牙利人早於1956年 已經發動過反對蘇聯統治的10月起義 做蘇聯開坦克鎮壓 匈牙利人沒有放棄抗爭 世代相傳 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 終於踏上自由民主之路 匈牙利如此艱辛才取得民主 人們自然反對走專制統治的回頭路 對俄羅斯、中共的那一套都反感 尤清源認為 連傳統上被視為民友 意識形態較接近的小國都討厭中共 意義重大 這樣證明目前全球抗共的骨牌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不在限於西方列強 正在這個嚴重的事態下 中共無法維持過去戰狼獨大 大國崛起的囂張 被迫重新思考 裝成可愛的戰狼 否則就大事不妙了 除了匈牙利 各地也在審查中共對教育界的滲透 日媒報導 日本政府將審事安插於多間大學的孔子學院 要求大學提供有關資料 包括資金往來 了解是否涉及干預學校研究 在歐美 孔子學院更陸續遭數地出門 被指控干預學術自由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小青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按讚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banking 明鏈 我